业者正在烹煮小米 准备制作美味的原名风料理 位于芳寮这家部落美食摊 业者仅贩卖简单的芋头 及其拿副等原味餐 不过由于口味道地且新鲜味美 因此深受消费者喜欢 我们主要就是以我们原住民的小米粽 还有糯米粽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芋头 芋头是我们很有名的食材 我们所有的食材都是有很新鲜 就是主人从部落送过来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包然后煮 所以是以最新鲜的食材 来给客户吃品尝这样 业者强调这家料理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其实就是秉持传统母夫的做法 且特别使用在地的 莲屋树及樟树柴烧 因此烹煮出来的食物 特别具有香气 令人吃过还想再吃 比较传统 不要用那个火这样煮起来 没有那个柴味 木材煮起来比较香 你都买什么 我三种都有买 我每次来都送客户 或是自己带回去吃 这个小米吃起来很绵密 很黏 然后配上这个三层肉 非常的简单的食材 可是却可以把三层肉的味道引出来 非常的搭 很好吃 我们就是要用那个樟树 还有我们仿寮这边的那个莲屋 是盛产的莲屋 是盛产的莲屋 所以我们这边大部分的那个农人啊 都会送我们莲屋所砍下来的枝干 然后就会送到我们店里 或者是我们自己去栽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用在地的 有的是因为在都市里有的 没有办法用木材 所以一定要用瓦斯 是对对 但是柴烧的味道不一样 完全不同 对 尤其是用章树 或者是莲屋烧的 特别香 业者期盼即使到了都市工作 依旧希望能把最传统的美味 带到山下来 让怀旧的舞步柴烧 吉拿夫美味 能持续延传 也能让更多人 都能品尝到这个好吃的原味餐点 屏东新闻不听张志豪 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